有些人廢除禁命中最小的一條,有這樣教導人,他在天國中必稱為最小的。 但若有人遵惜這些禁命,並且教導人遵惜,他在天國中必稱為大。 所以你看,有些人廢除這個禁命,他說,啊,沒關係啊,這又不是很重要。 但問題是,甚至有些人破壞了這個禁命,為什麼他們還在天國中? 因為,不,不,不,是一個禁命的禁命,意思是, 他會被稱為最小的禁命,意思是,你知不知道, 在天國中的禁命,就算不足夠的禁命, 就算廢除了,那他這個人怎麼還是在天國, 就算被稱最小,要怎麼講,他已經在天國, 但是這個希臘文,他並不是說在天國,他是之外。 就是說,你不夠格去進入天國。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? 這是原文的意思,因為我也覺得很奇怪, 因為你廢除了,你還是在天國,你已經在天國管,他最大最小。 例如,你要不被盪掉,所以要幾分? 60分還是80分? 你可能會被盪掉,你可能差一些,那你就是沒過關。 你不是說,你不是說,你不是說的。 你看這句話嗎? 他首先會遵循,然後會教別人的課謂。 他首先會遵循,然後會教別人的課謂。 因為你教別人容易,你自己不遵循。 你知道誰最容易教你,而來遵循神的課謂。 那就是教你的人,他通常沒有在遵循。 那如果真正遵循的人,他會發現, 真正遵循的人,他越遵循的時候,他會發現他的能力越不足, 越多的短缺,沒辦法達到這樣的境界。 所以他越不敢來教導別人。 那越不遵循的人,他只要讀一點說, 哦,這個怎樣,哦,你沒做到,那個怎樣,又你沒做到。 因為他自己沒實行,所以他才看不出這個困難處。 好,OK,在下課程中,我希望能夠準備好, 因為我會教你這個名字。 似乎是终足够的